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走边茶水间第七十集 想要做艺术类主题的个人品牌会不会很难啊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成为一个能专心创作的艺术家呢 其实这是一个包含我在内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疑惑 那虽然我们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但是除了这个听到腻的建言以外 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捷径啊 今天我们就要用不一样的面向切入 和你聊聊怎么用付费广告冲启自己的人气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要阅读一位听众他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Jason Co.171 他写说心灵鸡汤身为大一新生 误打误撞听到了这个podcast 尤其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许多人也常常在Instagram分享自己生活美好的一面 也常常造成我会拿自己和他人比较 信心低落觉得自己永远都没有他们好 但听了左边说的话之后 点醒了我花若盛开蝴蝶是来的道理 非常感谢Jason在iTunes Store上面 帮我们留言 其实关于这个议题我自己也有蛮多感慨 像是我前阵子就跟朋友聊到 诶为什么我的心情好像比较容易是稳定 而且开心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是因为 我其实平常不太会看别人过得怎么样 或者是没有什么在使用Instagram去追踪那些 我认识的人或不认识的人好像都不太去看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比较专心的在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啊 也许如果说你觉得生活的资讯很爆炸 也许就是时候你该来一个social media detox来排毒一下了 如果说你喜欢左边茶水间这个节目 或者呢你对节目有任何的看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 可以到iTunes Store上面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 一定要记得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分享给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的朋友们 当然我也想要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你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填表单来加入 在社团里面呢我们讨论比较多有关远居工作啊 个人成长还有像是品牌经营之类的议题 如果说呢你对这些议题感兴趣 我非常期待能够在里面见到你哦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在座店会艺术的插画家许童 来和你分享他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风格 如何发想灵感 如何从零开始的行销自己 累积粉丝 以及他到底是如何用付费广告 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做艺术 或者是手绘相关主题的听众 在这一集也许能够给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让你在经营的策略上有更多元的选择 如果说你想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推销自己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来宾 许童 今天的来宾很特别 因为呢 她其实是站长陆可的妹妹 我这次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许童来到我们的节目 因为那时候就是跟陆可认识 所以就开始追踪她 然后就发现陆可有转发好像许童的 就是她妹妹的一个IG的账号 然后是与绘图有关的 那时候我一看就觉得天哪也太惊艳了吧 这些图都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她的Instagram也经营的有声有色 所以我就想说 OK那我一定要叫站长帮我们拉线一下 请她来邀请许童上走边茶水间 所以哈喽许童欢迎你 嗨大家好 可不可以麻烦你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聊聊你是谁 然后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嗨我是许童 我是一个网络插画家 然后毕业于台语大教授系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纯研究生 然后兼自由接案工作者这样子 那因为我有看过你的作品 然后有看过你在经营的东西嘛 所以我知道你就是用 特别是以IG为主的在经营的店会的作品 你可不可以聊一下你是怎么开始的 就是有这么多种的选择 可以来经营你自己的作品 你为什么特别选Instagram 我选择用Instagram的原因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着重于图片的社群嘛 然后在这个社群上 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希望能追踪一些 美美的东西 美美的图片啊 或者看人家拍美美的网美照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种地方就蛮适合放一些作品的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平台来起步 然后效果也比预期中的好这样子 那除了我好奇在最后一个没有类似到的问题 就是除了你在Instagram上面 你有用其他的那个作品的呈现平台吗 就是我记得有个B开头的 我现在突然凶凶想不起来叫什么 Behance啊 对Behance 然后还有还有其他的就是 那些东西你有用吗 还是你就是专心做IG而已 对我现在就是IG而已 我以前其实有用过其他的平台 但是就感觉不是我要的性质 怎么说呢 它也是放作品机 也是放美美的东西 但是它比较像是网路的作品机 然后就是履历啦 你的履历这样子 那你特别选择用Instagram 是因为比较想要触及到我 类似to customer的观众吗 就是个体的观众这样子 就是希望有一个互动这样子 因为其他的感觉比较互动比较少 懂 完全懂 那好奇来问 因为你的风格对我而言 就是可能这样的门外汉 我觉得你的风格是非常抢眼 而且很独特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 这么独特的绘画风格 或者是你在找到风格的 这个路途中的 你是怎么探索出来 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刚开始用粉砖目的也是很简单 就是想要快速地拥有粉丝 然后跟快速地累积我的作品 因为我当时就是作品其实蛮少的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样可以一次作品看起来很多的 所以我就用那种三格 一幅画的方式来拍板这样子 就一次出然后就可以填满三格 就看起来很丰富这样 就等于是一个横式的 然后把它切三格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你看我IG它是三格 就是等于一篇嘛 一幅画 然后一来是作品量可以看起来很多 二来就是拍板可以比较好看 然后就是如果有人点进我的页面的话 它就可能会被吸引到之类的 然后就会停留 然后再点进去这样 那你现在说的是排板上面的 你的一个蛮独特的用法 那假设是创作上呢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你的配色 非常的特别 就是这种东西 假设现在的听众它是 也跟你一样想要可能用水彩 媒介可能不一定是电汇啦 maybe可以是水彩啊 或者是其他的媒介 但是如果卡在说 觉得自己的东西比较没有特色的话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寻找呢 我当初的想法 就是我当初会用这种配色 也是因为就是说 因为你现在是用电汇嘛 然后你又是在网络这种很多 就是大家视觉上已经被养大了 口味已经被养大了 我就用比较鲜艳的颜色 就是人家划过去就会看到 鲜艳的颜色它会停留 然后这种方 就是这种画法 就是其实在电汇里 它是最容易快速的 它就是你只要选择色块 然后填色这样就好了 嗯了解 那因为我也有看过你的蛮多作品 因为也追踪了好一阵子 我其实有发现你的东西 还蛮有故事性的 就是那种可能看了第一点 会觉得OK 结果再看五秒 就会觉得诶 等一下等一下 好像有别的意思 然后再看十秒 会觉得哦 等一下哦有我懂了 我看得懂这个故事了 那种感觉 就是每次我看到你的 我看到你的图片 就是一秒先停下来 然后十秒后有不一样的感想 我觉得你在故事的这个地方 也蛮有琢磨的 就是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样把 这种比较抽象的东西 转化成你自己的特色呢 尤其是这种故事性的 可能角色啊 他们的对话啊 然后对话里面藏的 背后的含义啊 等等之类的 虽然我算是画插图的嘛 但是其实除了纯插图 我希望加一点剧情在里面 我当初就是有这样想的 就不是看看那种爽图 或是搞笑贴文 笑笑就过去这样 因为现在就是搞笑贴文 影片就真的很多 我就是不在这个领域残一角 嗯哼嗯哼 我就负责看别人画就好了 嗯嗯真的是如此 我的内容看似每个故事 不太相关 但是在这个其中 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在画的 我的核心里面 它是围绕着挣扎这两个字的 可是为什么是这两个字 就是有这么多种选择 为什么是这两个字 然后你是怎么找到 这个核心的 是要问很多东西 就是像是怎么样的问答呢 嗯就是说 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或是你喜欢看什么样的剧 呃电影 或是特别喜欢什么样的题材的故事 这样子 然后就再从 那个故事给你什么样的 呃感受 呃感觉 然后反正就是会列出一些 关键字这样子 我都写在一张纸上面 然后后来 就是筛选筛选之后 就是会 就是出现了挣扎这两个字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就是透过 呃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喜欢的插画啊 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书 然后 嗯 把那些内容 那些吸引你的内容的 给你的感觉 变成文字 然后呢 再把这些文字写下来 最后呢 你可能拼凑出 挣扎这两个字 是特别吸引你的 所以你决定 就是以这个为主轴 然后把所有的故事情节 环绕 在这个主轴上 是吗 对 就是 OK 要跟你自身有关联 嗯 这个 这个很聪明耶 我觉得这个方法 听众应该也可以试试 等于就是先从你自身开始嘛 然后 先 水平的 去扩散 然后再 垂直的去抓 呃 真正最后所带出的一个细节 这样子 对对对 OK OK 了解了解 那 呃 在这边我就想要问一下 就是那个是你还没有开始的过程吗 就是你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呃 呃 还没有经营这个品牌 所以开始在琢磨 那我要怎样来经营 那之后你定了主题 开始来画 你一定也是从就是 可能零个 就是建立 Instagram 然后零个人开始 零个粉丝开始来经营的 对吧 因为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只是很好奇 也有很多很多听众他想要问你啦 就是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零个粉丝 你要怎么样 从零开始行销自己 然后累积你的观众呢 呃 其实我在找出我核心理念之前 就是有画其他的东西 然后那些东西就是蛮松散的 然后那时候 就是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能让作品有一个 理念比较集中的概念 这样子 呃 我其实 就现在这个IG账号改过很多次名字 嗯 因为想 以前就想说 是不是要想一个很酷的名字 然后够有记忆点来当笔名 就是才有办法在网络世界中突出 但其实这不是重点 名字不是重点 对 重点还是你的创作的内容 我也因此就是重唱了很多次脸书分转 然后 刚好我哥就是在做网络行销的 他那时候刚 也是刚始步 嗯 他就 拿我当一个实验这样子 他就说 叫我要定期产出内容 然后他来 他来负责下广告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定出了我们的核心理念嘛 我们就照着这个核心理念来 画 我就来产出我的内容 然后他来下广告这样子 我们本来打算是 下广告到五千个粉丝 他预期比想象中 成长得快蛮多的 所以我原本 打算 下到五千个粉丝 的预算 变成吸引到 差不多一万人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中间也是出现很多 一想不到的一些 人帮我分享 就是现在在台面上 蛮有名的一些插画家 图文作家 原来是 蛮早期就开始有下广告 所以那时候是从一千 然后可能下了几次广告之后 开始有超过五千人 可能快要到万人的追踪 是不是 因为下广告这种事就是 要先集中火力 就是说你前面要赶快冲上去 嗯 什么意思呢 不然你就会一直停在前面 然后在前面太久了 你就会觉得 智期比较长一点 嗯 你的观点非常有趣耶 因为 所以你是建议说从 你还很小 就是粉丝技术还很小的时候 就赶快先下广告 是吗 对 嗯 这个跟我的 以往的观点很不一样耶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因为我都跟我的观众说 不必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下过广告 直到 就是大概四五千人的时候 我就有发现说 好像我一直在触及 同一群人 也就是所谓的同温层嘛 那那时候才会想说 那应该是要开始来打广告了 所以你有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看法 你是觉得 可以在你 还很小的时候 就 然后内容 那内容要准备多少才 应该说内容要 多完整了 才适合下广告呢 嗯 我下广告也是看我这篇 我自己喜不喜欢耶 但我自己还是 持续的有在 发其他的内容 这样子 就是你们下广告的 那个时辰 就是 你们 呃 是 就是一直连续开着 然后开了几个礼拜吗 还是说 呃 你们一直有换不同篇内容 刚开始 呃 我们其实实验蛮多的 蛮多篇 因为 那个 IG的 你下IG广告 他如果 那篇文章里面 有字的话 他的触及 不会那么好 你是说图上面 有字是不是 对 如果图里面 出现文字的话 他的触及就会 就会自动帮你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就是 不会那么 对 他会提醒你 那因为我的 我的话 他都是有文字的 嗯 就有点像漫画那样 对 我刚开始就有点怕 就是说 我下这个广告 到底有没有用 嗯哼 嗯 然后后来 发现 不是文字的关系 就是 重点还是你的内容 就是如果你内容 真的是有 打到一些 人的话 他还是 呃 会 在外面跑 蛮久的 对 呃 然后一篇广告 一次是下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那你们持续 下广告下了多久 下了多久 其实后来 就是比较少下了 因为 就是到了近期 大概两万人的时候 粉丝的 成长的频率 产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 我现在就是 一发文 就是会有 几百个人 就是来追踪 这样子 已经变成说 只要你发文 就会有人来追踪 不像以前 就是你发文 呃 没有人会看到 因为他 我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运作的 反正他就是 会在外面流动 蛮久的这样子 OK 所以 那你有研究过 这些人是哪里来的吗 是说你的 你的观众看到 然后tag 朋友之类的吗 嗯 我觉得这个 还不是最主要的 因为我有看后台 嗯 他上面写说 然后首页那种 就是别人的首页 什么的探索吗 对对对 内页 对探索 哦 要怎么样出现在那上面啊 好酷哦 就是 应该说跟你 平常追踪 什么东西有关 就会 他就会出现 哦 OK 就可能你平常 追踪插画 他就会出现 比较 多插画家的 东西 在上面 好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 你可能有到一个程度 然后 可能很 你的内容很relevant Instagram 他会自动帮你 推到那个探索页 就是了 嗯 对 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用热爱的事物赚钱 然后打造一个 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对吧 Zoey现在呢 正在推出一个 免费的四天带状课程 教你呢 要怎么样把你的兴趣 变成事业 好好的 让你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 第一天呢 我会教你 经营个人品牌 最常见的四个错误 第二天 带你认识呢 内容变现的三种方法 第三天 我会和你分享 兴趣和事业 最大的四个差别 第四天呢 和你聊聊 究竟要怎么样 去找到自己的热情 并且创造品牌的价值 如果说呢 你想要索取这四天的 免费课程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bylmini 再说一次 是bylmini 你只要呢 填表申请 你就可以马上开始上课咯 那我们课程里面见啦 那 我在这边就想要再来 问一个比较深的问题 因为 我猜的啦 所以我猜可能很多听众啊 他是 可能文字写手啊 或者是做艺术的 对于这种 付费广告 或者是下广告的 的事情 可能会稍微 稍微比较排斥一点点 我想要知道 你对 付费广告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部分 你 你一开始排斥吗 你的心态怎么样 或排斥的话 你是怎么做转换的呢 嗯 我懂 我刚开始 就很不情愿啊 是说被逼的吗 嗯 因为我哥就是 他就是说 你一定要下广告 他就说 哦 好 我就来下广告 我就觉得 下广告很像在出卖灵魂 就是觉得 你知道 学艺术的在 行销这方面 就是 很有抱负 嗯 然后 加上我的粉专 又是 使用我自己的本名 我就 我那个就很怕被人 就是认识的人看到啊 我知道 我知道创作者 难免会有一种 觉得 应该要 在那边等着 被人家发现 才够厉害 才够酷这样 可是说真的就是 不用对 花钱推广自己 感到 心虚 我觉得就 大胆展现自己 然后 欣赏你的人 自然会留下 嗯 所以那时候是有什么 关键的因素 就是 让你突破了心房 就接受这件事情吗 其实也是花蛮久时间 来 就是 消化这件事情 就是你 你在下广告之前 你对下广告有很多 很多的想象 但是 其实你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还没开始做 但是你已经有些 现在有很多想象在那边 但其实你踏出去 就发现 这个没什么 而且真的有成果 成果还不赖 对啊 就是 你要的是成果 你不用在那边 装逼 没错 没错 我觉得可能就是 一开始 所谓偶包太重吧 尤其又像你说的 假设 又是用自己的名字 可能 有些人就像我 我可能还会放 我的脸的图片 就是有我的大头像的照片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尤其是 触及那个 第一次接触 的那个触及 全都是不认识你的人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你的背景是什么 就你 你就 你就出现了嘛 所以 这些人 他们其实就是 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像是SEO 是他 自愿来搜寻你的 就一直都不是这样 然后是你 也不能说 有侵略性啦 但就是你 主动性的 出现在他眼前 所以你不能去 assume所有的观众 都是准备好 要接受 这样的资讯 如果说 可能今天 他刚好 就是心情不好 然后他可能就会 留下一些 比较负面的 负面的消息 但他真的 就是像你说的一样 就是喜欢的人 他就会留下来 看到不喜欢的 他可能 自己无聊 嘴你几句 他可能也走掉了 对啊 就是你不用太在意 这种事情 嗯 可能就心脏要大一点 对对对 就是脸皮厚一点 真的 而且这些人 应该都是一面之缘而已 他也不会记得你 你也不会记得他 希望不会啦 那 我在这边 有好奇 想要提出几个问题 有几个是 听众想要问你的问题 就是 我有看到 你还蛮会用 IG的story 来增加粉丝的互动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 自己的自创 人偶 我不知道 一个吉祥物之类的 就是你好像有蛮多种方法 就是 呃 来思考说你要怎么样 让你的观众来回应你的讯息啊 或者是他 take他的朋友 他分享给他的朋友 等等 就是做这种比较简单的自然触及 呃 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点子的吗 我那时候 就想说要创一个 是代表我的人物 一个角色 你知道他是一个罐子 然后就想说 哦 那可以用这个旅罐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记得有一篇活动 就是特别热络 就是 战朴的这个活动 就是我把那个罐子变成一个 就是一个抽签筒这样 让人家 让我的观众可以来 就是留言 然后抽签 然后问他 最近发生 就是发生一些什么事 然后他想问 问一些事情这样子 我也只是就是好玩啦 就是没有打算很认真来玩这件事情 但其实 我的观众很多就是 有一些 很严肃的问题 我都不敢回答 就挑一些比较 轻松一点的来 回答这样子 嗯 等于说就是 创建一个虚拟的角色来增加 Q&A的有趣度 是吗 对 嗯 了解 这是一个蛮聪明的做法 但是其实想这种活动 其实蛮累的 是吗 那时候你怎么会 你还要去画 哦 对啊 那那时候你怎么会发想到这个idea 因为那时候是 我记得那天是愚人节 就突然想到这个方法 然后对 愚人节就是可以乱搞嘛 嗯 结果没想到就是还蛮 蛮有效果的 所以就继续沿用了这样子 对对对 嗯嗯嗯嗯 从你开始创作 到现在 大约多久了 嗯 现在八月 第一个嘛 嗯 差不多也是去年 这个时候 哦 所以也要一年了 那你能不能够分享一下 这一年来你是怎么样 逼自己持续有铲除呢 就是每天都要画一点啊 就是每天一定要动动手 随便涂鸦也好 不用真的就是画 现在在画的一些 要贴纹的话 就是随便涂鸦 反正就是要让你的手 不要胜疏 所以你 你是会每天都 都做一点的吗 对我每天会画一些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比较不是 嗯 可能每周 就是 等到一个星期六 最有空的时候 灵感最多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 一起喝成的话 你是每天都有一点 每天都有一点 是吗 对对对 嗯 我不太赞成 就累积到一个点 才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式在创作上面 其实比较不好 这种创作 这种方式啊 嗯 因为我自己算是比较懒散 然后又不严谨的人 所以我对这点特别有感 让以前在学校 做作品的时候 都会想一个学期 在想要做什么 都是在期末的 最后一个 期末前的 最后一个礼拜 把它做出来 这是我以前的 做作品的方式 但其实这样 只在脑海里面想 然后不实际去做 会 就是对长期创作人来说 不是好事这样 嗯 所以你后来就觉得 要养成每天 做一点的习惯 嗯 对 因为我后来 我毕业之后 就是有去 当一个艺术家的助理 然后我就是观察 这个艺术家 他每天的作息 然后他每天的作息 就是 重复同样的事 他那时候是 画平面嘛 压克力 然后他每天就是 打稿 上色 然后再晾干 再上色 再晾干 就 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 然后他没有就是说 累积到某一天 才开始这些 才开始在那边 创作 他是每天都一定要 固定的这样子 然后他的作品 才能参注 嗯 了解 了解 所以这会是给 嗯 比较难特别挪出一个时间 或者是 有些人他可能会一直在 等待一个 对的时机 就觉得 等到我想要来做 或者等到我非常有灵感的时候 我再来做 这可能比较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实际的做法 因为那种 那种 那一天你不知道了什么时候 才会来 所以你倒不如 每一天 没有这一天 对 每一天就做一点点就好 对 那 现在呢 我要来问你最后一个 每一个来宾都要回答的问题 那就是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 知足吧 知足感恩 就自然就活在理想的生活里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啦 嗯 因为如果说你 每一个在你生活现实 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你都觉得 嗯 很开心这件事情发生 那 你的生活应该也很理想 对啊 就是 这就是理想 非常感谢你今天 到节目上面和我们分享这些 其实有蛮多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的 那如果说 呃 大家还不认识你啊 或者是 呃 需要看一下你的作品 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的话 哪里可以找得到你呢 哦 可以去我的 Instagram 和IG 搜寻 T-O-N-N 点 H-S-U 我脸书是比较 平常会po一些 呃 其他的东西 就可能有什么活动啊 什么讲座之类的 都会在上面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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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听众对 呃 许童的作品啊 或他经营IG的方式感兴趣的话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或者直接打他刚刚说的 呃 账号到 Instagram 都找得到哦 非常谢谢你今天辛苦了 谢谢 谢谢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色 并且把它画成图像的风格呢 许童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将吸引你自己的内容 呃 还有这样的感觉 画成文字 然后呢 再渐渐拼凑出一个主要的单字 然后再用这个单字呢 去描绘出你可以联想到的轮廓啊 色系啊 或者是样式 那你的风格 可能就会比其他人还要更独特哦 二 你不用对花钱推广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许童透露他以前每个礼拜都会下广告 持续了好几个月 同时呢 也累积了自己的作品 就有机会突破万人关卡 这样呢 在初期你自己也会比较有动力 而不是停滞期卡了很久 最终就只会想要放弃 三 不要等到一个有灵感了的时间点才来创作 许童建议你呢 每天做一点 尽管只有像是上个颜色 或者是画个草稿也好 这样不仅能让你养成 动手去做的习惯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培养自己的技术 更有机会呢 减少你的创作量 不会累积到一个程度 然后让你觉得哇 分量大到无法附和 因此不小心放弃 非常感谢你这一次的收听 其实就像是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 我以前啊 对于成长的经营策略都属于 像是前几集提到的那种 最小可行的思维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 要花钱买广告 我从来都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也觉得反正就是苦干实干嘛 有能力自然就会有成果 但是呢 今天我还蛮开心 可以有这个机会 去听到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透过许彤的分享 我了解到 其实身为一个艺术家 他真的不是一个市场需求性高的主题 他会让人家想要 却不是一个必须 而这也让很多艺术创作者 很难熬过前期的默默无闻 也难怪会有很多地下乐团的音乐人啊 可能会唾弃主流流行乐 好像会觉得说 哇那是一种用钱堆出来的名声 就像是许彤在节目里面说的一样 我感觉我在出卖我的灵魂 但也许就一个大方向而言 我们都是期望能够被看见的 我们都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用热爱的事情赚钱 所以啊 跨过那道心魔吧 不要害怕去推销自己 要学会行销自己 就是呢 让你的艺术作品被看见的最快接近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呢 我都非常欢迎你到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网站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eyk.co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 放到你的IG story tag我还有许彤 让我们知道你有在收听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再花30秒的时间 请你好好思考 你对于推销自己的艺术创作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真的非常的好奇 把你的答案分享回这一集的原文里吧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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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